大家好,欢迎来到CC的乱谈频道 很开心我终于录了这样的一个视频 虽然我的背景依然很潦草 但是我终于真的开始了我的YouTube之路 我其实在做了一个视频以后 就发了朋友圈 然后很多朋友都来关注我 或者支持我 但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开始去做 手上有很多素材 但我没有去剪 因为我会有很多顾虑 我会想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 我是不是应该稍微瘦一点 所以至少因为上镜就感觉明显会比我本人看着更胖 所以我想要不然我剪掉时间再去做吧 然后朋友告诉我开场的时候要特别有活力 特别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好多YouTuber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都不知道 我做的可能会没有人看呢 会很不好呢 你就会发现人生真的会这样 你想做一件事情其实很简单 但你真的坚持去做 其实是一件最难的事情 所以我很佩服那些YouTuber 或者各种在任何领域能做得很好 坚持很久的人 其实他们是很有勇气的人 他们可以克服自己 对于那个畏缩的自己的那种恐惧 克服周围人的眼光 去坚持去做一件事情 那天我看了一个我很喜爱欢的博主 叫Vicky 然后他说 他也希望很多 就是想做YouTuber的女生 只要你想那就马上去做 不用去想其他的任何事情 马上去做就好了 然后也不用在意别人要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给我鼓励很大 也就是为什么我开始决定 我真的要好好来做 我今天也不想去想 我现在胖还是瘦 我现在看起来状态好不好 或者是我的背景还没有做好之类 我都不去想 我就想那我就真的开始了 好了那就来到第一个话题 首先我刚今天有越下大学嘛 所以我就看了一期综艺叫圆桌派 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节目 但是我第一次看 这个话题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就是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其实不是一个新的综艺啦 已经第三季 但我才看 我今天第一次真正的去看了 蒋方舟这个女生 她的各种 她的各种言谈举止吧 就让我觉得很喜欢这个女生 她很真实 我觉得就是一个才女 然后从小 我当然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她 但我从来没有了解过 她到底写过什么书 到底有何才华 就知道啊 她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小才女吧 然后一直都在光环下长大 说实话并不怎么喜欢她 但是今天真的看了这个 她的圆桌派的这个 她在里面跟一些马卫都老师啊 各种老师在一起聊天的 这样一个节目 我才发现 嗯 这个女生真的是读过很多的书 你要读书很容易 但是你要在那种状态下 随机的信口念来一句话 能正好切入到那个场景里面 其实是非常难的 就她是有一定积累的 然后但她也会有她自己的一些 纠结和犹豫 就是当时她有一期节目 会比较会被各种公众号去说她 就是说她跟 她跟那个谁 她跟徐静蕾 就是她跟徐静蕾一块做了那期节目 就是说女性结不结婚 生不成小孩 像这样的一期节目 然后徐静蕾那期表现的 就是完全独立女性的各种意识 就是说我就 我就尊重我自己 也尊重别人啊 每个人爱怎么样怎么样啊 都无所谓 但她就说 那你就是饱汉子 不知道恶汉子机 她觉得她在两性市场上 还是会被挑选的一个状态 所以她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 会被男权的一些想法所控制吧 我觉得这就是很真实 她敢于把这个说出来 因为她内心所存在的一种自卑 我是能够理解 她从小被贴上一个才女的标签 被全中国的人 至少大部分中国人知道 所以她有一个负担 所以在她选择 就是结婚恋爱的对象方面 也是存在一定困难 毕竟她有这个名气和她的这个标签在身上 她会有一些自己的困扰 我觉得这很真实 而相反 徐静蕾可能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 我也不知道 因为她也确实很成功嘛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也不能就说 讲方舟这样都是错的 就是哎呀你都这么有才华了 你都没有自信 那就来到了重点了 为什么要说讲方舟这件事呢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有一个偏见 在我没有了解讲方舟之前 我会对她先入为主的 通过别人 就是来自公众号啊 网友啊 各种网络吧 就对这个人就给她下一个定义 她就是一个 没有自信的才女 然后她是一个 就是空有名气而已的一个女生 长得也不怎么好看 然而我真的去看了 并不是这样 人家真的是有才华 我没有资格去说 她基本上跟我算同龄嘛 也我说她 我说人家 就真的是没有这个资格去说 所以说为什么说偏见很可怕 尤其在这个网络时代 我们很容易就戴着 有色眼睛 不管你从社交媒体上 好也好 还是从各种别人的嘴里 或者网站 各种地方去看到 关于某个人的评论也好 不管你是对于明星 还是对于一般人 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偏见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以后能够做到 我看任何人尽量不要再有偏见的去看她 在我不了解她这个人本身 她的经历 她的性格 她的感情之前 我不要对她妄下评论 说这个人好或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 那说到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看各种各种 就是圆桌派里底下的评论 会说小方舟就是经常会说一些 书籍里面的话 但是她自己并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世界观 然后会通过一些知言骗语 然后来塑造自己的世界观 感情观 但其实她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这个也是一件 我们现在很经常做的事情 就比如说韩寒 大概之前发了一条微博 就是说 因为她大家都知道 她说了一句话叫 喜欢就是放肆 而爱就是克制 就是她在电影后会无期的剧本里面 这样写了一句台词 但是我爸看了又还跟我说了这句话 但是没有想到她后来觉得这句话 会对别人的人生造成影响 她有一次吃面 听到后面的人在聊天 然后那个女生 就是情侣在聊天 然后她就说 你就是喜欢我而已 真正的爱都是克制的 因为只有喜欢的时候才会放肆 而爱就是克制 然后她就一下子觉得 她需要发一篇微博来说明一下 她说 她说大家可千万不要被电影里的台词 和各种人生折眼所蒙蔽了 她当时就只是起床突发起 想随手一起涂个押韵 然后人的个性各不相同 没有一种表象 就呼应了一种事实 有时候 大家都说爱你默默哒 我爱你比心 但是 其实一句羞涩的 我喜欢你啊 弄不好还藏着 更好的 更多的爱意 大千世界万千尽语 感情更是说不清道不明 没有必要强行定义 爱是浓烈 爱是淡然 爱是巨浪 爱是暗勇 爱是奋不顾身 爱是山前空后 爱是每天说爱你 爱是从不说爱你 爱是你满世界 疯狂找那个人的消息 爱是你不愿意看到那个人的任何消息 所以他说的这个观点我其实当时看了特别感动 因为他觉得就是爱可以是任何样子 但不能让死板的句子变成了你人生的一个风向标 就是作家和文学或者影视剧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景 特定的故事里面存在 但如果我们把它当真了 当成一种人生的坐标或者是人生的座右铭的话 就很可怕 因为人是有千百种样子 爱更是有千百种样子 就像我之前听的说 如果真的爱过分手了以后就不可能做朋友 但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 那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下 没有放下他这样说一句话而已 但其实我今生经历过 我发现并不会这样 真的不在意的时候 无所谓 所以真的很多事情不是你听别人说了 爸爸妈妈告诉你是怎么样 或者网络上大家都怎么说 就能决定这件事情的本身是怎么样的 而是我觉得个人的体验更重要 你自己的心 你的经历会告诉你 怎么样对你来说是最舒服最幸福的 所以我觉得韩寒说这句话真的很温柔 他不希望他的随口 在剧本里写的 说了一句话 写了一句台词 就成为了大家人生的困扰 真正的情侣在生活中也会被他这句话所困扰 这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我觉得他很温柔 所以我后来对韩寒也觉得 看了他的书以后 然后听了看他的微博 关注他以后发现他这个人其实也很棒 并不是像大家的微博 不如话说的直男癌啊什么的 不要从一件小事情上就去论断这个人 不论是对明星还是对普通人 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吧 那这差不多就是我今天学校下大学停课的一点感想啦 虽然很不完美吧 但是我觉得总算开始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的乱谈频道 我也会有很多其他的频道 比如说vlog就是录我的生活的日常去旅行 或者是跟朋友一块互动的一种问答的那样的小游戏啊 小环节我都会做成不同的节目 然后来经常会发 所以如果你喜欢呢 就请给我点个赞 我会继续加油的 那就再见啦 今天也要开心呀